大家好,我是MikoLiMida 我在YouTube的频道下有看到一折留言 就是韩国三大公司到底哪里不一样 如果你了解KPOP的话都知道 韩国三大公司就是SM、JIP、YG 那这三大公司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第一个就是风格不一样 SM是比较偏向、清纯一点的 然后其实SM我觉得他选出来的脸 其实都长得差不多 就像这次出道的ESPA的Winter 跟少女时代的泰妍 其实他们两人的脸是长得真的真的很像 那其实SM一直以来选的风格大概都是这样 是因为ESPA打破以往选出来的人的风格 不然其实你看Bred Baby、少女时代那些的 其实他们脸的风格都差不多 但是除了ESPA 所以代表说SM现在有点稍微在走多元化 比较难捉摸了 再来就是JIP JIP以前原本也都是那种清纯可爱风 以TWICE来讲 他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很清纯很可爱的感觉出道 不了解KPOP的人应该都觉得 每一个IDOL 其实他们的脸都长得一样 但是其实你仔细看 JIP他们挑的人 要不会像SM那样会撞脸 JIP会挑比较有独特性风格的脸 现在是讲脸啦 因为我就不讲才艺了 因为才艺其实真的是要靠自己 那如果讲三大公司到底哪里不一样的话 其实就是风格不一样 现在JIP的趋势其实就有点像SM 就是从清纯可爱 然后慢慢挑战一些不同的新风格 以脸来讲 我觉得JIP其下艺人都比SM漂亮 漂亮的点呢 不是在于他脸的轮廓 漂亮的是在于他有一个 独特性 其实你们可以慢慢的去发掘 JIP每一个艺人都有一个独特性在 那YG呢 应该就更不用说了 YG就是真的很统一 从21开始 以RAP为主 然后长相就是非常的猫眼 其实YG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讲白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三大 以真的来比 当然每一个IDOL的实力非常强 可是真的要比的话 我觉得最强的还是YG YG的市场就是他很会打造 虽然他们的风格全部都是猫系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的风格我觉得是这三大里面最强的 只是可惜的点就是被他们前一个老板搞砸了 就是希望他们现在换这个老板会更好 因为受到前一个老板的影响 其实YG的营业额已经不在前三大里面了 但是我想说大家的认知应该前三大就是 SM、YG、YP 但是其实他的营业额已经调出前三大公司了 大家可以猜猜现在到底哪一间是最大的呢 其实前三大公司已经开始在洗牌了 第一名也不是SM 以营业额来讲啦 艺人来讲当然YG还是最厉害的 RAP就是目前以女团来讲是最厉害的 男团当然就是BTS 无人能比 以上呢就是这三大公司到底哪里不一样 专辑制作那边我觉得风格是多元化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讲打造的风格是什么 因为我们也猜不透 我们也不是他们里面的内部人员 那以风格来讲 我只能跟你说他们挑的人类型 大概是长怎样 如果你想要进哪一间公司的话 你就可以用妆容去稍微带一下 但是不要画太浓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分享还有赞咯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 安妞